嗨 大家好 我是娜妍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 接下来带来的是2021年1月份的第三周 科技圈值得你关注的事情 坦白讲过去一周里面不太平 发生的事情还是很多 咱们一起来看 首先是一个悲伤的消息 咱们可以看到一代曾经的霸主LG 将会退出手机市场 有人说你编了什么都霸主 LG什么时候是霸主 回忆当年的功能机时代 其实也没有多久 也就是10年前而已 当年LG绝对是所有的朝男朝女们 最为喜欢的品牌 甚至都没有之一 大家可以回想几个词 巧克力 冰淇淋 每推出一款产品都是经典 那都是LG旗下 那么当时LG正好乘着 韩国大量的影视剧 进入国内的东风 它旗下的每一款产品 全是韩剧顶流明星代言 喜欢的不行 不过后来在进入智能级时代的时候 LG就走得比较坎坷 也不是没有高光时刻 比如曾经代工过谷歌的亲儿子 一代LG的G4 Nexus G4 也被称为经典产品 再之后的话 LG本家是从G1开始 说实话 每一代都有不少的亮点 也曾经不止一次入选过 科技美学历年的四大旗舰视频当中 Zenai好像每一代产品都有一些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比如说有所谓的屏幕的问题 断轴的问题 LG回想起来不能说经典机型很多 而是开脑洞的机型很多 比如说最早实现模块化机型的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拆分开电池 拆分开摄像头 LG是率先来做实现的 包括早前最早推出双镜头的立体摄像手机 LG的P920 这些机型都非常的经典 包括最近这一年也是引起了话题 全屏手机 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百花齐放 所以LG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见走偏锋的厂牌 不过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些遗憾 从最新的消息来看 LG将会退出手机市场 让人觉得有点遗憾 来问一下同学们 曾经用过LG手机的同学打个1 很熟悉 但是没有用过L手机打一个2 对LG手机完全没什么印象的 打一个3 123来看一下同学们大部分怎么样 那么除了LG之外 过去一周里面还有很多让人悲伤 有些遗憾的事情 比如锤子科技 在本周一已经并入到 字节跳动旗下的原锤子科技的团队 也就是目前的坚果团队 那么在字节跳动的内部的业务调整当中 已经被正式的并入到 其他的软件研发团队当中 未来将不会再推出以坚果命名的手机也好 或者是TNT设备也好 说实话 这是让人比较遗憾的事情 字节跳动的业务调整被合并 将会转去聚焦教育领域 说实话 这个结果可能是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意外的 因为毕竟原来锤子科技之所以能够获得 远远超出其本身销量体量的高关注度 99%的原因都是因为罗永浩 罗老师那么在他和锤子科技切分之后的话 仅凭锤子科技这样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团队 确实很难在市场上获得很高的关注度 那么在并入到字节跳动旗下之后 本来我们觉得是不是就可以放开手 咱们就可以做那种完完全全不用考虑销量 不用考虑盈利的产品 但是现在看起来作为一家商业公司 在盈利方面肯定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如果你这个产品迟迟看不到盈利的可能性 恐怕某公司也没有办法持续给你书写 那么对于锤子科技 原来锤子科技 现在的坚果团队来说 确实作为一个小而美的体量的这么一个 你说操作系统的研发团队 它很难仅凭操作系统 Smart is always 就去对抗其他的那些巨头厂商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前几年整个市场上是百花齐放 有大厂商也有小厂商 小厂商同一时间起来的有很多 当年的爱优你 大家可能都不太记得了 比如说同期起来的一家也好 锤子也好 那么这些企业其实当时过的还都可以 但是随着市场寡头化越来越明显 排名咱别说前五了 排名前四的厂商 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给小厂商的深层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目前这个状况 即使坚果团队继续做 也确实很难看到盈利的前景 所以如果仅从商业角度上来看 还确实是让人觉得可以理解 如果你是字节跳动的总裁 官网里扔钱 看不着回来钱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毕竟Smart is always 在过去这些年 还是给这个业界提供了 那么多的可以借鉴的东西 这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团队 他们做出了很多其他那些大厂商做不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字节跳动是不是应该再考虑考虑 你就差这几亿吗 我觉得还应该考虑再给坚果团队一些时间 哪怕给我们留个希望呢 你说可能重心转移到教育方面 会保留一部分研发人员继续来更新 或者研发未来的Smart is OS 也好是吧 你现在就直接暂停手机这块 全面转到教育这块 确实还是有点遗憾 好吧 当然咱们旁观者站着说话不要腾 别说几亿一块钱 那也是人家挣的 怎么分配 我们外人没有评价的权利 只是对于过去这些年 坚果团队Smart is OS研发人员 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 被其他厂商疯狂借鉴抄袭的功能的 那个团队来说 我只能对他们说 非常的感谢 好 除了两个非常遗憾的 LG和原锤子团队都离开我们的视野之外 在上周还有很多让人揪心的事情 分别是美方制裁小米和美方制裁华为 那么这两件事情 咱们过去一周其实曾经聊过 美方制裁小米主要是从投资的角度 就是不允许投资人再给小米去投资 使得小米在整个融资渠道方面受困 不是说控制芯片 而是说控制你的融资渠道 我们到目前小米是在港股主板上市 作为上市公司的话 业绩是一方面 但同时前景对于你的股价影响更大 所以在美方宣布制裁小米之后 在上周小米的股价一波下跌 经常说什么自由市场 经常说市场不要去干预 如今看来是谁在干预市场 当然有同学说 这只不过是资本上面 金融方面对于小米有些影响 小米毕竟没控制芯片对吧 毕竟小米和高通之间还有紧密联系 所以美国这个也就是吓唬吓唬 冷静 注意回忆一下 当年美国最开始制裁华为的时候 那也不是一杠子打死 上来也是试探一下 华为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强 最开始美方制裁华为是要求华为采用美方的技术 不能超过20% 所以当时华为就发挥聪明材质 和自己所有的美方的供应商一起合作 把美方元器件核心部件控制的20%以下 美方一看这什么意思 耍我是吧 整不死你是吧 连续几波制裁升级 最终到目前这个状况 要求把华为所有的关于美方技术全都砍掉 以至于华为被迫拆分掉荣耀部分的股份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美方制裁小米是一个初步的 很难判断未来是否会像当年制裁华为一样 逐步的去升级制裁 所以我们说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对于美方目前制裁小米 还不能太过乐观 如果这波打不垮小米 也许未来会制裁升级 就像当年他们对付华为那样 除此之外最新消息是川普政府最后的要求是 英特尔禁止向华为供货 咱们之前曾经聊过 华为在消费者业务这边 最近几年成长得非常迅速 当然这主要是手机这块 其实在电脑PC笔记本这边 华为成长同样非常迅速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Matebook X作为一款偏向中高端办公的笔记本 在没有拓展其他价位品类的情况下 做到了国内前三 实力是非常强悍的 如果美方断掉了英特尔的芯片的话 纳莫AMD狂喜 看台了 纳莫对于华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但是这个事情随着川普的下台 政权的更替 不知道未来美方对于华为的政策 是否会有变化 这个咱们有待观察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吧 大家觉得在美方政权更替之后 对于华为的制裁 无非就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进一步升级 进一步打压华为 再打一个一 第二种就是维持现状 打一个 第三种就是有所放松 放松对于华为的制裁 打一个三 好了咱们聊完了一些沉重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上周一些还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首先就是在第三周里面 已经延期了许久的 荣耀V40终于正式发布了 当时很多人都好奇 荣耀在脱离了华为之后 处理器究竟会用谁加的 咱们曾经分析过 无非两个选择高通和联发科 那么从目前来看 最终选择的是联发科 荣耀选择联发科 对于市场的影响还是很大 实际上在过去的 一整年的统计当中 联发科的真实出货量 已经超越了高通 大家可能会奇怪 好像我们经常念的 都是高通8系列的旗舰机型 没怎么听说联发科 你别忘了绝大多数人注意 我说的是绝大多数人 都是去看旗舰产品 但是买中端产品 而在中端产品这块 那么联发科显然有着 更便宜的价格和更好看的 至少看起来更好的参数指标 那么随着荣耀选择联发科 这意味着未来市场上 又有更多的重磅级别的厂商 会采用联发科处理器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 好那么至于其他方面的话 荣耀V40本来应该 按照往年的节奏 是在去年年末 MIT系列发布 一个月之后来发布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大概推迟了将近一个季度的时间 那么至于这款产品的表现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我们接下来 带给大家的一些详细的测试 那么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荣耀在独立之后 前景如何 非常看好 打一个1 谨慎打一个2 不看好打一个3 价格方面 8加2128G 3599元 8加2256G 3999元 除此之外 上周还有Vivo的超大杯 X60 Pro Plus 同样是在上周来发布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几乎今年所有的厂商 在发布产品的时候 都选择的是分阶段发布 看起来厂商在选择营销 包括销售节奏的时候 不再像过去那些年一样 一股脑推出一个系列的产品 让你直接选择 而是一步一步来 那问大家一下 你更喜欢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说我一次发三四款产品 从中端到高端 还是说我隔一个月发一次 喜欢一股脑全发了的 打个1 喜欢一个月发一个的 打一盖 看看同意们弹幕怎么样 好 那么这款产品它主要的卖点 当然还是和蔡司联合 所研发的影像系统这个部分 在搭载了T镀膜之后 那么它对于眩光的控制 对于影像系统画质的提升 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帮助的 这款产品 还有两场重要的发布会 但是我们终端用户 可能不是很关注的 是来自于两大巨头 分别是高通和联发科 首先是高通 那么高通在上周召开发布会 发布了他们全新一代 注意次旗舰芯片 骁龙的870 那么这款产品 显然它应对的是那些 搭载着联发科旗舰的产品 高通希望用这一款870 刀法精准 去应对对方的旗舰机型 以便抬高自己的88处理器 不得不说 随着市场进入存量之后 越来越多的头部厂商 开始转行智能家居洗户行业 当然联发科也是不甘示弱 你发870 那么我马上推出天机1200 这两个发布会发完之后 就意味着未来2021年全年里面 会有大量的不同定位的产品出现 不同档位的产品 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 恐怕会更加的眼花了 哎呀 到底哪个牙膏好呢 好 那么关于这两款重磅的发布会 我们就和大家看到这里 OK 那么以上就是2021年1月份 第三周科技圈所有的事情了 应该说不是很高兴的一周 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有遗憾 也有让人愤怒的地方 希望在未来的话 我们国内的厂商能够坚持得住 带给我们更多有希望的产品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大爷 咱们下周再见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呢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 回答大家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